范卫琪先前风光宣布将在9月8日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会为四年的演唱会 也是他历经饰演风波后的第一场大型演出 没想到最近老姑黑人陈建州陆续遭大牙、郭圆圆、低支妖娇、指控性骚 夫妻俩的回应引起社会大众强烈反弹 让黑饭夫妻形象N度重创 网友也扬言抵制演唱会 没想到稍早饭饭演唱会主办单位真的自行宣布取消了 先前系统显示范卫琪的演唱会门票约卖8成左右 票房约1000万元台币 且目前规定购票三天内才能退票 因此外界原本预估范卫琪公司可能会踩延期或硬唱两条路 没想到主办单位直接取消 厂租费加上退出的票钱和退票行政作业费 赞助商等